中国将在下个月对家和者等相关物实施管制出口 首先这两种金属价格看上去也不算贵 也不是什么稀土元素之类的 但是第一生产地可是在我们这儿 这还跟美国有关 一句话堵自己的路让别人也无路可走 那么中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先说下金属价在全球储存量大约在27.93万吨 单单中国就有19万吨 储量达到了68% 但是这生产金属价的成本很贵 德国早在2016年就已经停止生产 但是在2021年又恢复生产 还有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匈牙利也停止了生产 那是因为中国在2021年已经占据了全球90%的市场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加提取技术 就比如英伟达生产的产品 在最近几年变相之产 用着我们的产品然后干的事情 金属褶 这个产量我们几乎跟美国各自占据半壁江山 但是美国基本不怎么出口 中国和俄罗斯产量这么多 近十年来我们几乎共享了全球七成的产量 也就是说我们既消费又出口 特别是德产业链 衍生品比如褶的氧化物 我们出口地有美国日本法国德国韩国意大利等等 主要集中在欧洲市场 美国折储量并不中国少 为什么还要进口呢 这里牵扯了一套完善的稀土工业体系 美国呢好像有点欠缺 中国对这两种金属的限制影响的只是国外市场 毕竟都是以美国为首的 技术难度对美国来说并不难 拉着小弟们再研发就行 这种限制应该是美国自己要求 金属价大不了限制下俄罗斯 乌克兰和日韩的使用 毕竟都是依赖中国市场的 反正美国这样做也不是一次两次 美国不是接受了乌克兰的很多企业吗 那么乌克兰加生产地在敦巴斯和扎波罗热 到时候再向俄罗斯买点就行 毕竟美国可不会拉下脸面 向我们这里过来 是不是要发动许现旧美 不仅没人愿意 既然这两种金属这么重要 为什么国外不生产呢 我们都知道日韩在半导体芯片上最近干的什么事 高科技产品都需要这两种元素 中国垄断这个市场 比如家消费市场 日本第一 美国第二 还有光伏产业 中国为什么能在全球市场那么厉害 也离不开者 就说这家的生产 为什么那么麻烦 首先这家是铝化铝 边角料的 提炼出来的 中国仅在2022年 氧化铝产能 9,675万吨 全球产量在1.39亿吨 市场这么大 他们生产的少 就说他们要是为了生产加元素 来扩大氧化铝生产线 就算生产出来了 西方国家的成本有多少 高成本低附加值的产品 他们能卖的出去 而其中氧化铝又牵涉到电解铝 电解铝顾名思义就需要更多的电能源 太专业的咱也不懂 但是欧洲市场大块 还有日韩 东南亚等地 你让他们把多余的电拿出来 大部分都是火力发电 自己都不够用 再深究更多的产业链 就是需要廉价的能源 超大的市场需求 还有足够的技术 纵观欧洲 好像没有一个能做到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个氧化铝产业链 也不是什么西方吹捧的高科技产品 更不是动不动卡脖子的芯片 来而不往非利益 就像之前我们的稀土 卖的稀烂便宜的时候 等我们再需要的时候 反而成为了西方世界 不可再少资源 那就套用西方的一句话 一个没有中国参加的产业链 也不需要存在 至于管制起到的效果多不多 给他们添堵是没问题的 欧洲市场被牵扯 那应该多问问美国去 毕竟全球供应链的意思就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如果欧洲能自行解决 那么更好